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本神奈川县做监视日前发生九十命案,引起日本社会震惊,犯行白石龙号在犯案过程中利用多的推特账号寻找自杀志愿者,其中一个账号更直接取名为上吊者,并告诉他们该如何自杀,甚至还直言,如果觉得很困扰的话,可以和我联络。 综合日媒报道,白石龙号利用搜寻自杀、安乐死等标注的方式,积极地寻找自杀志愿者,并不断提供他们建议与方法,变熟视之后,再转移至通讯APP、LINE或是KCO Talk进行通话,借此确认对方的性别年龄,疑似就是为了就是要联络到这些人,当成解财劫色的下手目标。 一名来自千叶县的21岁女性表示,先前在推特说出自己想要自杀的意愿,结果白石龙号用名位上吊者推特账号和他交谈,并说要一起自杀吗? 我车子里有一些药物,随后便用KCO Talk和他讲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,白石龙号也在通话期间说了我会杀了你等话语,回讲起这段过程。 这位女性仍于记忆有存的说,我很有可能会变成受害者。